为了这6万元,嫌犯梁金峰和许姓女友铤而走险,绑架红姓女学童,使得年轻的岁月写上黑白了一页 根据警方调查,梁金峰以及许姓女友由于染上毒瘾,经常与人打麻将,因此急欠了赌在12万元 并且开立了本票抵押,由于本票到齐,梁金峰在无钱可还的情况之下,伙同女友闯下大祸,绑架红姓女学童 梁金峰带走红姓女童之后,利用电话向被害人家属勒署10万元,并且恐吓不得报案,否则对人质不利 警方在接获被害人报案之后,循现追查,趁着双方约定在废弃工厂里面交署款的时候,一举逮捕梁金峰和她的女友 而人质红姓女童也被顺利的救出来,全人依恐吓辱人勒索等罪嫌,移送法办 历年来,绑票案件层出不穷,不但反映了现代人投机取巧的心理,更形成社会的另一种隐忧 这次,我们将前往一个曾发生过绑架事件的山区 被绑架的11岁男同,后来惨遭歹头撕掉,窃射在山区的废弃屋子里 由于不知道正确的位置,机灵们便展开搜山行动 以最原始的方法,沿着一栋栋别墅向上搜索 警队们将遇到什么惊险的状况呢? 请看本集的灵地最前线 我看到吗? 有,有,快,快,快去看 那妹妹竟然是贝 啊,那个门 怎么那么陷陷地关起来了 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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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我有亮亮的东西 橘色亮亮的东西 我们还在准备的时候 我只从这窗户看那里滚透 在这个地方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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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一 这年后啊,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了 所以呢,很多人啊,开始铤而走险 想一些偏门 歪门走道的,开始来赚钱了 譬如说呢,干罪增加了 很多人去打架结社 抢超商 到营楼里面行骗 或印假钞 印假钞票 这样还算好的,可能他不会伤害到人命 但是呢,有些更惨的,譬如说炸死,来领保险金 有很多,他有伤害自己的嘛 对不对 要不然呢,就是鲁人的小孩来勒索 这样不要灵 就是说在大陆,有的人就鲁台商 收取高额的这个费用 对不对 你要拿多少钱来赎 据说呢,有一个啊 在这个宗教界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增 也经常来巡回演讲 经常来巡回演讲 他有一次呢,到国外东南亚一带 跟人家绑了 就呢,对方的歹徒啊 就跟他的信徒讲 我告诉你 你还拿一千块钱美金来数你这个 师傅 师傅 真的师傅讲 真的吗?一千块 你要多一点好不好 一千块钱 你也太丢脸了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真的有啊 据说这次去的地方 好像也是跟这样子一个 鲁人勒索有关的地方 对,而且是绑架一个小男孩 然后这个小男孩也被撕票了 真的吗? 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是算走了整个山头吧 我们为了要找到那一栋房子 因为那边废弃的房子蛮多的 你看啊,你走的山路啊 沿路有很多的废弃物质 不知道是哪一间 那你要怎么找? 一间一间找啊 我的天啊 对,怎么找很久 工程很大 可是呢,我刚才看了 小黄的表情就知道 他又欲言又止的样子 可能今天的内容又会相当的精彩 咱们来看看今天 林医生前线的《气血精魂》 我们今天来到啊 是一个相当偏远的一个山区里面 据说这个山区里面呢 有很多栋那种废弃的房子 我们今天好像要搜查是一个曾经 在那个树重里面 我们要找的是 就是很多栋房子里面有一个曾经被绑跳撕人 就是被撕票的一个灭案的现场 山区的范围广大 沿路的幽静不免让人多做联想 摄影机更是一开始 就捕捉到不寻常的影像 这一款住这种山区 到这里送给我都不要住 很恐怖欸 有很棒的 有很棒的 在放到画面后 各位观众是否能清楚判定 稍纵即逝的光点是何种物体呢 这里还有人住吗 什么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人 在上面 你知道吗 在山区的房子 人家就是通常都很硬 因为为什么靠山 然后呢 再加上 在这个山区呢 通常很容易藏密那种坏人啊 或者是那种 有通气泡 对 流浪汗之类 哎呦 怎样 蝉蜗 是蝉蜗 是蝉蜗 反正就长得很丑的那种动物啊 你在听到声音 有东西录下来 在这片树林里面 好像从二人跳下来 你知道吗 其实房子啊 外面长太多树 盖住了它的那个 就是阳光照不进去 是很不好的 难怪这些房子 没有人敢住 我只能见不见 又又没有人敢住 那是个碗 对 那是个碗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闻到那个房子里面 传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味道 你闻到 什么东西臭掉了 对对对 你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打扰了 不是 等一下 什么东西打扰我 是不是 树上有什么果子掉下来 哎呦 天呐 小心点 其实 我们蛮少来到山区这种地方 不是 这都是掉下 我们先进去 你好了 对不起 你快被打倒 你看 他那两个地方 不是是外面的地方 就已经看得到 他的那个 呃 枕头 没错 还有那个被子 喂 小心点 小心点 不好意思 那个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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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workers 根本ства calam 等一下 怎麼命啊 還寫張 等一下 當初被刺激標的那個小弟弟啊 那個11歲的小弟弟 他就是姓張耶 可是 為什麼會在這邊也是怎麼樣 牆上也寫姓張這樣子的一個字 牆上子機寫的會是線索中的綁架事件嗎 事實的巧合 加上暗夜空間裡的聲響 氣氛顯得更加陰森 對 然後還有一堆 好像有東西燒 燒一燒到這個 我看到什麼聲音 好麻喔 不要麻 小心 在鐵石絲 對 在走的聲音 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感覺不出來不知道是什麼 我覺得很可怕 你看這邊還有寫一個 什麼不好的字啊 不好的字 還有這裡 我剛剛有講紫石什麼東西 好像是詛咒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剛剛就講我們有看到一個體力 就看一下 對啊 好奇怪 這應該是要不後面的地方 不好意思 打擾了 那這個體力會被鎖 莫名其妙就 不知道會鎖什麼 鎖在這裡 等一下 我們會不會是綁架的時候 需要用這樣的體力把它練起來 有可能是這樣的體力 我不知道 啊 嚇一跳 我看體力還在晃 剛剛應該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剛剛體力有動一下 對不起 看一下 山區房子雖然廢棄了 但仍有可能成為流浪漢的居所 我們在之後收到了數次的異常聲響 這會不會是人的聲音呢 是那個命案的現場 其實還有很多洞在旁邊 怎麼這麼多那種怪怪的那種葉子 你看這邊還有那種雨衣 怎麼了 有很遠的石頭掉下啊 有人在笑 還是在嘔吐 對 嘔吐 聽到 嘔吐在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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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便啊 在哪裡看一下 小心 對不起 阿姨小心一點 你們看 那個是什麼 我以為是鞋子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那個小鉛筆盒耶 對啊 不好意思 而且其實這邊應該是 常常會有那種流浪漢來這邊 那種感覺 因為就像鋪了一些報紙 對不起喔 這邊全部都空空蕩蕩的 而且呢 我們注意看一下 你看這個房子你看有多陰 因為已經開始所有那種樹藤都往裡面了 對 臉這樣好痛 狗狗 是小狗嗎 看一下 趕快 那樣狗狗被捏住的感覺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對 對 而且你看 這個門很怪 怪異的很 它是完全被練起來 然後這個門呢 這感覺很像那種大概五十年前的那種門耶 你看 上面也是這樣子 很奇怪 對啊 呦 不好意思 這個窗戶很奇怪耶 然後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就是聽到狗的聲音 然後被勒住我們才過來 結果這個門 被練住的門 竟然 那個在晃 葉子 快看 你知道有一次啊 我們出外前的時候也是有 只有一片葉子喔 這樣一直一直晃了 就像剛剛的感覺 你看 你看 它剛剛 它是一整株耶 你看那外面 有有 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飛過去 看一下 蝙蝠 蝙蝠 天啊 老實說 櫻的房子上有蝙蝠耶 正好 您那時候還講 小心 對不起 剛剛在這地方有東西飛過去 唉唷 有沒有一個 我被電到了 什麼 我不知道 被電到啊 這這個嗎 這這個嗎 我不知道 我剛剛摸了個樹的 怎麼被電到 這個 看似普通的藤蔓 竟然會一再發生怪現象 難道是此場開始有了特殊干擾嗎 沒有 林燕姐妹也很快有了感受 看到嗎 攝影機帶一下 可是有聽到那個 啊 是什麼 怎麼有 都是刷過去對不對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打擾了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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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攝影機帶一下外面 從這邊看啊 其實真的 感覺 這怎麼辦 這怎麼看不到 可是這邊實在很奇怪 只有這個窗戶 這個地方是蠻奇怪的 我們只是擦手上二樓而已 這個窗戶一直 一直出現很怪異的現象 會不會 剛剛刷我們身體的 會不會是那隻蝙蝠啊 蛤 有可能耶 因為很粗 蝙蝠不見了 唉唷 這次被蝙蝠刷到了 真恐怖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對不起 我先去搜尋 尋找被綁家撕票的男童 當年被棄世的地點 而二樓的狀況仍然不斷 怎麼會這樣子 看一下 我覺得這裡真的有人住 而且呢 有遊民待在這邊 不好意思 看一下 我們會遇到遊民啊 這樣很恐怖的 對 我們那兒 有人 不要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快看 你看看 是人嗎 有暗的二樓 傳來低沉的嚇阻聲響 這究竟是人 還是靈界的聲音呢 如果現場真的存在其他不友善的力量 會不會讓尖兵們受到傷害呢 你說什麼 不好意思 你住這裡嗎 這裡鬧鬼耶 他會不會打我 我 我看看 我們衛衣衫下去好了 對啊 怎麼辦才哥 才哥我好怕喔 怎麼辦 我覺得裡面有人反而更恐怖耶 這邊還有人 我們找一下好了 這樣你要 找一下 找一下 坐這兒 你坐這兒嗎 才哥會不會有 龐匪坐這兒 沒有 我看我這邊坐好 這邊是 可是我們明明聽到一個很清楚的聲音 你在那奉獻啊 對 而且那個聲音好像 我覺得 聽不太 啊 怎麼了 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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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上去的時候那個門怎麼翻起來 我看到 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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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要小心啦 這 如果是人就很危險耶 不知道 不確定 可是我們從頭到尾沒有看到的人 只有聽到的聲音而已 天啊 空的 竟然是在三樓 可是剛剛那個門 確確實實在 因為踩哥走到我們前面 整個是這樣 一針的擋 那個 而且 怎麼會在樓裡的地方 竟然還有彈簧床啊 這讓人覺得很匪夷所知 真的 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啊 非人非鬼的那種感覺 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找不到 清楚的對話聲 彷彿真的有人住在此地 但是在二樓卻沒有任何發現 反倒是前進三樓時 有了意外狀況 隔壁那個窗戶有個影子 走開一開 還有人在看我們 小黃說的影子 是一種靈異的干擾嗎 可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呢 廣告後 帶你繼續探索 你真實地關起來了 我可以看 街邊沿著山區廢棄屋設 尋找當年男童被棄室的地點 卻在二樓不斷發現一次有人的情況 沒有 沒有耶 那是樓梯耶 樓梯 你有看到人的 我看有看到 對 這張看起來 靠門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我沒有看到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小心 又來了 其實它之後 就是 因為你聽不到台語 反正就是你裡面聽到 有他们两个女孩子以外的声音 有有有听到 不行再讲话 刚才呢 Amy在节目里面呢 她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她叫说 其实鬼不可怕 人才可怕 真的 我在看她那画面的时候 我自己反而觉得怕怕 譬如说 她在一个那个一楼 外面有树叶 有没有 有那种大荷叶 她在那边去拍的时候 机器呢 其实距离窗子很近了 在拍那个叶子 你就怕 突然间有一个人啊 人头啊突然从那个墙里面 这样子一个闹出来的话 恐怕那个摄影师啊 就突然了 下半辈子恐怕就 就回了 就这样目光直视这样 就已经整个呆掉了 对啊 Amy呢 为了要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还把手 拿着手电筒 伸到窗户外面去 这样不停地去照 对对对 万一这样手伸出去外面照的时候 突然间啊 你这样手伸出去外面照 突然间有个手样子 从你来的 啊 你不要这样笑啊 一抓住你的手 你抽不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 其实有一些那种 会有那种伤害性的流浪汉 他真的会就这么做 你手伸出去 伸出去 他就以为他 你要跟他玩 他会把你的手弄伤 对 这更危险更可怕 对对对 不过我倒是真的很怀疑 那里面到底是不是人 就是是人还是鬼 而且 就是写的太多的诅咒 人是因为你们看不到 对 你们来问一下老师 老师 你有在里面看到一些 凝结的朋友吗 其实应该是一开头的时候 那时候有拍到一个红色的一个光点 但是 但是根据就是 Amy你们刚才在线上 原来是说看到好像一个人形 对啊 怎么变成橘色的 那个地方有邻界的朋友 对那个地方是有 因为他当时 因为我们知道 他在看到的时候 我们讲看到 你虽然看到的是人形 因为他本身 我们的灵 他会凝聚成一团光 那所以第一个呢 他能够呈现的是光 或是这些形象 那所以 刚才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是人形 但是在机器拍出来 可能因为我们讲视线的这个 则视效果不同 所以他拍出来的 还就是那一团灵光 那第二个的话 可能在中间有一段时间 还蛮漫长的 我一直想到 奇怪 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东西 就没有想到 就是在那个 你在门的地方 那叶子一直在动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 就已经有出现 有一个 大概就是 就是刚才讲 一个老 在中间的 对 他们的声音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一个灵界的朋友 站在门口 就站在那外面 可是我们要去找的是 那个男童 对 至少男童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 所以表示这里头 这里头 其实从头到尾 大概我只有看到那个 那个比较中 大概中老年龄 大概比较年龄 比较长那一个 所以我们听到那个不是 那不是流浪汉 你们从头到尾 没看到那个人 没看到人 而且我想 我们这么多人在包抄他 我想他 应该不太可能跑得这么快吧 除非他跳楼啊 说不定他对这个地形 已经很熟悉了 除非这个地形有你们没有发现到的 譬如说什么 暗室啊 或者地下室什么之类的地方 但他跟他在讲话 你听到了那个 噢机上的声音 你觉得是人还是那个 人啊 人的声音嘛 这是人的声音 很明显 他也没有听过鬼的声音 他只听过人的声音啊 对不对 还问他 真的也是啊 怎么会分辨的出来呢 好啦 我问老师一个 呃 话外的问题哦 你看他们俩刚才啊 不小心被那个扁 仿佛被蝙蝠 刷到了 按照中国的习惯啊 蝙蝠啊 其实取其谐音 应该是个好事情 对 那他们被扫到 究竟在台湾来讲 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 其实一般来说 范子整个中国来说的话 蝙蝠本身都是属于吉祥的象征 啊 真的 所以他很多 就像 刚刚我们在讨论的地方 有像教哥说的 比如说 中国人他会取这个蝙蝠 他所谓的五福临门 那甚至我们讲说他 呃 这个小朋友 你希望他福气比较好啊 福分比较够 他甚至他就可能 以育 雕刻成一个蝙蝠的形状 对 或者是说 呃 用这个 锁片 对 锁片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那放蝙蝠侠也可以吗 你 你放个猫女吧 没有 我觉得 这样子就可以等于说是像那种吉祥猫那样 招财猫那样 那你就请健儿下次回日本的时候帮你带个日本大福 你吃一吃 好 福气来得更好 接下来呢 他们要到其他的房间开始来搜索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小朋友的英灵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 领域最前线的 切切金魂 异常人影之后 尖兵朝向下一个可疑的地点一动 隐漠在荒山野岭的别墅 又将让尖兵有何新发现呢 啊在这里 是这里动吗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好像就是这里 他们那个格局很像耶 而且几乎都是 上面这里有人 那个门 我觉得上面有人耶 就是刚刚晃了 有 有晃过去 有看到吗 有 快快快 不好意思 小心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现在赶快进来 我的天啊 你看 还是一样 每一间屋子都是有东西穿进来 你看 他们的棉被竟然是被 啊 那个门 怎么硬硬硬硬的关起来了 它关不起来 是因为这边有石头 那边会关起来 你看那个门 很不牢固 也许赶紧进来不小心可以到了吧 我怎么叫人声 小心 你不要踩人家棉被 有狗的声音跟那个男的声音 而且 刚刚 我们在 有狗的声音 有狗跟男人的声音 奇怪 不好意思 为什么 没有啊 哎呦 会不会是这边的野狗啊 我不知道 这里怎么那么多灰尘 一直好多狗在叫 狗狗一直在叫 对不起 看一下好了 你知道这边的格局跟 其实跟那一栋差不多 对 为什么我们走进来 灰尘这么的浓 因为我没有直出鼻子 我没有办法讲话 我不是 你看 朱法接什么 接空啊 什么 接空是不是 这边怎么会写一堆 怪怪的字 什么啊 好像让人踏步过去 对 对不起 你小心 他这边还有泡面 就表示说 真的有人在那边居住 然后还有那种 还有你砸箱 在那边 你看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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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扮的是石头 上面还有那个 他扮的是什么 官司音菩萨 苦海常坐住人 他就是 好像有一个门 门链 神位这样子 有没有 石头宫那种 我知道了 会不会有人 因为这边很 所以来这边 求那个名牌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 侍奉石头宫的 诡异空间 会给我们什么指示呢 请看以下的实验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三根的那个香烟 然后擦在原本 他们有擦了几根 这边好多蚊子哦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这根石头蛮怪异的 旁边提了很多字 然后所以呢 我们想说这边坐一下 请各位观众 竖起耳朵 仔细听以下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香烧得很 不是香 这是烟 你不觉得烧得很快吗 好像有人在吸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还断层呢 我觉得好像有人在吸 非常放亮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墙壁上面这边 有那个 好像是一个脸 有没有 有头发 有眼睛 然后 若隐若现这样子 现在比较消失了 好像雾状这样子 对对对 感应中有何不寻常呢 让我们仔细检查这段影片 看看空井画面 透露了什么讯息 又来了 好像又浮现的 刚开始又有那种 墙壁上有怪怪的感觉 就是那个墙壁 那个影子 若隐若现 它有时候比较浓 像现在就是比较淡 你看 有没有 那种感觉就消失了 还是说 因为这个光反映了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 还有人供奉一颗石头 然后提了一些怪怪的字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 应该也不是这一件 可是这里 对啊 对啊 办这样子好了 就 我觉得这边就 如果动了 我们先那个 对 我觉得在画面上那边 我就办 继续往上 因为上面还有 应该还有一些东西 天啊 这么多吗 对啊 好 那我们就继续再往上搜寻好了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那个 就是被绑票撕票的命案现场 好 我们就往 往山上 往山上走 我们要走上去 好 我们继续往上走 由于感应状态无法显现当地的异状 警民们必须继续向山上搜索 而山中更有不少特殊情况 让众人责责称奇 那刚刚动了一下 哇 这么大一个 是凤蝶啊 对啊 是凤蝶啊 刚刚动了一下 你知道吗 把牙牙牙死了 不是不是 他已经挂了 对了 要把牙弄了 可是他刚刚 翅膀动了一下 哎呦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的天啊 怎么会有那种 这么大的凤蝶啊 还是 还是我们少见度过来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找那种 就是这边空的屋子 可是我们走了蛮长路的 路上多了 漫长的搜索 到底出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现象 让精兵们暗夜狂奔呢 广告回来 答案为你介绍 橘色亮亮的东西 劫兵们在山区别墅中 沿路搜寻 找寻仿佳案 可能的事发地点 状况也不断发生 这个灯柱上面 写一个男无关是 男无关阴化身打磨大石 其实一般就是在路段啊 要是有那种 而且他的磨还洗错 这什么东西都大你看 哪里 我的天啊 哇 你看蜘蛛那么大只 你看 而且它是活的吗 那个彩色那种颜色 有没有 它是活的怎么不动 你看那个身上还是彩色的 对 对而且还亮亮的 那是有毒的 那是有毒的 是不是黑寡妇之类的 台湾有黑寡妇吗 哎呦天啊 我觉得 可是我们走好长一段时间 怎么都没有看到房子 因为刚刚那边其实连了蛮几栋 可是这边就完全没有 其实地点究竟在山区的哪个别墅里呢 搜寻时我们有了更意外的发现 是吗 各位观众你看清楚了吗 上纳金的光亮会是鬼火吗 让我们重看一次放大后的影片内容 请注意上纳间快速穿梭在树林间的光点 它会是所谓的鬼火吗 奇怪 照科学的说法 其实鬼火是因为这个墓地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灵 灵 对不对 才会造成一些鬼火的现象 那鬼火呢 不应该会到处的移动的 对啊 这个鬼火移动的速度非常的快 漂亮 有猛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看到是好像一个小小的 真的像火一样 什么颜色 是大概好像金鸡橘色还是有点绿色 老师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是在刚刚萤幕上看到的 我们一般就俗称为灵光嘛 那也就是说当它如果说我们讲周边有些灵 如果它有一些 比如说要暗示你一些事情 或告诉你一些事情 或引导你要到什么地方 或要做什么事的话 那么它会出现灵光 那么无形中引导着你 但是我们一般来知道说鬼火的话 刚好跟它的呈现方式相反 也就是说鬼火它有时候 我们讲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会跟你讲 长一辈会跟你讲说 你站在原地不动 它就不会动 你走 它就跟你走 你跑越快 它会跟着你飘越快 真的吗 对 是因为你带动那个气流 你带动那个气流 你跑越快 它带动气流 它就跟着你走 那像刚刚呈现的方向 刚好相反 就是你往那个方向追 它往那个方向跑 那一般来说的话 在我们来说 认为它是灵光 它要展现一些讯息 那么可能要引导你到某一些地方 是哦 你们日本啊 有好像那个卡通影片里面的鬼 都是那种火的形状出现 对真的啊 是真的吗 就是你们日本的那个鬼 我有看过 蛤 你有看过 这个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鬼火 对 有有有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在台湾也有 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在 对对对 那个可以说吗 那个木杖那边的那个 木杖那边的那个 木杖那边的身上 山上 山上 有两三个 你看过是不是 有看过 飞来飞去 就是来回不停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概距离地面也会有多高 比人高 高啊 比人高 比人高 什么颜色的呢 什么颜色 大概是蓝色或者是 黄色那种 哦 蓝色或黄色 那每一团大概是多大 多大 我们的那个距离很远的 是大概是 这样子吗 很大一团 这样很大耶 然后速度很快 就是来回不停的 就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种的对 有点像那样子 对 所以在木杖那边 你曾经也见过这样子的情况 有气流影响 会影响他的飘动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其实在老一辈的认为 你跑得越快 他因为他无形动 他跟着你 所以他认为说 其实有人会 反而会吓到害怕 因为跑到 人家就跑到没有气 一直跑 他就会一直在后面追你 那事实上 我们讲说当你停止的时候 他气流在瞬间静下来的时候 他这个灵活 他就不会一直飘 另外请问老师 我们一般拿香烟 是只能够拜人家的朋友 不能够拜神对不对 对不能够拜神 正式的神 正式的神 是不会来接受这样子香烟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人习惯里面 比如我们点个烟 摆在那边 其实这个烟 这就不应该会继续烧 对 对不对 就会烧很慢很慢 就很慢很慢 甚至呢他就会渐渐洗掉 那他们今天去拜了的 一块石头 放了三根香烟 居然烧得这么快 是不是灵界朋友 正在接受这样子的东西 对现在有灵异现象 其实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道说 现在目前外面有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香烟田间 有所谓的石头宫 或者是那个树头宫 事实上他所谓的石头宫 树头宫 其实就是一些灵界朋友 一些灵 第一种他是灵界朋友 第二种是他是在天然 跟一些修行的一些灵 一些其他的灵 那灵他本身 因为他要附着在某些物体上面 那我们知道 他即使附在上面 即使他只是附在石头上 来说的话 他 只要你能够补充他的能量 这些东西他一样会接受 老师你有看到那个被绑架勒索 撕票了小孩子 对 张姓小孩 其实 应该最后一个那个灵火 是那个小朋友 啊 对 最后出现那个灵火 对 是那个小朋友 因为他本身哦 我们看到的那个小 那个那个灵火出现 他的那个 灵比较小 离地 也是很高 对 个子 而且个子还蛮小的 嗯 那应该是那个小朋友 嗯嗯 所以呢 Amy 小黄 你们会随着灵火 继续地追下去吗 会 追到了吗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说 我们在一片山林里面啊 一直在找房子 嗯 因为他其实他的间隔蛮远的 就是可能几间之后 又要走很远很远 才会找到几间 好天啊 全部都是被草丛盖住 或怎么样 结果没想到 我们追到那个地方 我们看到那个灵火的那个地方啊 嗯 头一转过去 有一间屋子 被盖起来 你知道我们都没发现 都看到啊 那灵火你可能还找不到 对 这是很真的很妙 真的很妙 所以呢 按照Amy的讲法 真的应了老师那一句说法 可能是那个小朋友的灵 在引导着整个摄影 对 慢慢地朝那个方向去接近 对不对 我们赶快来看看 接下来 灵异最嫌的气血精魂 过来找寻当年男童被绑架撕票的现场 外景队在山区搜索 竟然意外地拍摄到了鬼祸 我觉得是橘色亮亮的东西 好像是火 感觉真的是像鬼祸耶 我觉得 天哪 屋子 我们走了这么久 结果 是因为看到那个鬼祸 所以才看到这个屋子的耶 天哪 这个屋子跟前面长得不一样 而且外面有磁砖 对 感觉 好像有三层龙 然后上面更高 不知道 感觉好像有人在想画 不是那种虫叫声都很大 对 越来越大声 鬼祸 好 我们刚刚有拍到鬼祸对不对 拍到 放过去一下 放过去 我们没看错嘛 是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 而且刚刚看到那个柱子上面 也写了一个那个南湖什么的 那个 达摩大师 对 对 正好在这个屋子外面耶 等一下我们进去搜寻看看 这边有路进去 那我们现在走 走走看有没有路可以进去 因为好像这样有点 有点白白一点绿绿 我在想画就是因为 蛤 萤火虫不算了吧 因为萤火虫哪有这么大 而且现在是那种萤火虫的季节吗 应该不是吧 真的是蛮奇怪的 这路好带小心点 是会勾到我 是我觉得它 啊 什么东西 看到龟火虫 什么东西都更可怕了 你知道吗 是什么东西掉下去 好像听到有声音掉 有什么东西掉下去的那种声音 是 因为这个地方啊 下面已经是那种 有那种像溪流那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 我们真的要步步回音 因为免得等下滑下去 小心 小心 小王小心 很邪 大家小心一点 而且好多蟋类喔 天哪 这个房子太空了 我们现在在这边讲话 还听得到回音这样子的广觉 喔 我的天哪 快点 当场就看到一个符 贴在这里是一个勒令 这表示说是那种 其实那种凶宅或什么 才会贴这种符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他们这个地方 你看 全部都是被那个藤岸整个盘住了 他这边的建筑 我们刚刚前面搜的地方 对 我的天哪 还这么多符 欸 你觉得是 是不是后来的病也有 那边 我是觉得是可能 可能命案发生之后 有人来这边 欸 怎么样 有东西爬进来 我的脚里面 冲 我不知道有个东西像 这样子 好恐怖喔 对不起喔 对不起喔 我们当场就看到 这场 对啊 小心一点 有个地上的黄色书床 你看 这黄色书床 其实有很多那种啊 坏人或什么的 因为 平常啊 就是 他可能绑架 或是贪人犯的时候 或是人犯人质的时候 那可能会没事做 就是看这种黄色书床 我要看见蝶蝠了 你看 蝶蝠 小心 我看到蝶蝠 我觉得 啊 我觉得蝶蝠一直跟着我们 黑人不嫌疑在这里 不好意思 按照仙兵们的推测 此地应该更接近案发现场 但这里是否会有所谓的鬼魅传闻发生呢 空间中再度产生特殊声响 不许多大厨 不是 有什么鬼魅传闻 你们听到有 跑步声 对 那门口声啊 你快点声啊 对不起 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实在太鬼了 全鬼绝 你想要跑步声好像小孩 你看这个地上 好像海洛的一個那個符耶 我的天啊,我們走上去看看好了 不好意思 沙發 天啊 小心,大家小心 你看那個 它地上本來應該像 對,應該是水泥,然後是布上這個東西的 可是這是很奇怪的 然後呢,我跟你們說 這一間真的有問題 到處都貼滿了一堆的符 然後呢,這個鐵桶也掉下來了 符罩被貼在沙發及四周 形成了奇怪的環狀 難道是因為此地的磁場特殊而故意安排的嗎 大家小心一點 我們走過來看一下 天啊 小高,你的重量太重了 要陷下去了 你不要踩到後面,你看你後面是什麼 而且 連那個沙發上面都有貼 連沙發上面都有貼 連沙發上面都有貼 我覺得 是不是在這邊當中 那個張小弟弟被綁架的時候 然後呢,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連這邊都有那個擦箱的 然後這邊還有人在燒 因為一般呢 就是會在立任現場引渡他們自己的那個驚人呢 你看,你看 製作人意外的發現 為何讓林一傑兵驚慌失措 等待發掘的線索 會讓林學實驗有多驚人呢 廣告回來,節目更精彩 你看 這邊都有那個擦箱的 街邊搜尋至貼滿符咒的別墅二樓時 不斷有意外的發現 等一下,等一下 小高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讓開,讓開 廣告,你嚇死大家了 讓開,讓開 讓開,讓開 等一下,讓開 等一下,讓開 我嚇死大家了 怎麼了 那我要放回去 這邊 欸,對 等一下,等一下 白色粉餅,然後有那個頭的形狀 有,而且 我現在踩在這上面 對不起,我剛剛真的踩到了 我們來這邊坐一下乾淨 怎麼做 等一下,坐在沙發上面 感覺有感應 那沙發 是他最後 那財哥,我有個意見 死掉了 因為他是被綁死的嘛 那我們想說 要不要模擬一下 他被綁的 把...我們開始把小 綁在這邊,然後模擬一下 他那種感覺 看想要是感受得出來 可以 可以喔 各位觀眾是小想講的 不是我小想講的 因為想說 看這樣會不會跟靈界更接近 好 地上模糊的粉筆人形 是否代表此地是當時事發的第一現場呢 以現場起初不尋常的陳設來看 外景隊大膽假設 此地是張姓南童被棄視的地點 進而模擬訪票可能的方式 並讓小黃進行感應 看看王林會展現什麼樣的靈動力 好 現在小黃他是在二樓的地方做感應 而且他現在住在沙發 我們是說 推論 剛剛應該是那個 張小弟弟當初 就是最後他往生的地點 當時我們在這邊 以前也燒了兩隻箱 然後希望說跟當地人家朋友講一下 我們是心存靜雲來這邊做一個感應 那如果說當地的王林有什麼樣的感覺 可以藉由那個小黃來告訴我們 可是你知道嗎 剛剛我們還在準備的時候 我只能從這窗戶看到一個頭 在這個地方 白色的 而且感覺很像骷髏狀的 我沒有騙你們在這裡 只有等一下我比較注意看這個 感應尚未開始 Amy已經有了異常發現 接下來的影片中 將有什麼更不可思議的變化呢 請各位觀眾注意 謙遜 剛剛是不是有人走..走上來 我覺得那個樓梯 好像有人走上來那種聲音 胡艾 她嘴巴上不開 你後面有沒有東西 在你的那個左後方 我前面只要那樣東西掉下來,能不能看到 我不知道東西跟那種大石頭還是什麼東西 好像放球在上面,很大聲 我真的看到就是跟那樣的感覺,真的是個頭 你有看到什麼嗎?小黃 等一下,有人...小黃 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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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要躺在這個地方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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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一下,幫我一下,現在 趕快 趕快 等一下,這樣很痛 繩子先解開,這樣好痛,這樣好痛 我嘴巴好像怎樣 嘴巴好像 小黃 小黃 坐著 掀起來坐著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瞬間的靈動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讓我們一一檢查畫面 好,好溫暖 好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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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是否看出了畫面上的驚人景況呢? 讓我們注意右後方的門 好溫暖 好溫暖 我們竟然也在Amy先前指出有奇怪影像的左方窗戶上發現了異狀 這是前來感應的亡靈嗎? 請各位仔細觀察放大後的畫面 '... 喔婕 OK 唯 好溫暖 走 trend 你幹嘛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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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儿你有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吗 有有有有好几次 每次都是这样子吗 什么叫每次都是这样子 你刚才在画面里面 究竟看到一些什么样子 不寻常的样子 那个老师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我看到那个白白 窗户后面 对对对 有什么东西在窗户后面 我看不太清楚 那个是那个白色的嘛 像什么 像那个人的脸 你当时有觉得 你身后的那个窗户那边 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吗 我有听到声音而已 什么声音 先那种好像一颗大石头 这样蹦掉下来的声音 你另外一边这个门 我觉得那门有不停的摇晃 对你有看见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它是门 是有人打开进来了 我说小黄你要小心 你注意了 因为我觉得有人走进来了 那就算距离你远 你看不到 那你坐的椅子 它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 扭起来 对啊好像深游地动 感觉好像是 有那个椅子整个在架起来 然后我一跌倒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脚 好像被线这样子 往上拉 为什么这些灵界的朋友 对他要这样子的 一种招待的方式 嗯 其实应该是有两个 一个来说的话 就是刚才在荧幕前面 就是在他原来在这一边 有一个那个头 就是人头那个 那个比较小 那个就是原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前面刚才讲引导 引力门进来的那个小朋友 在这个现场有两个领结的朋友 个头小的那小孩子 是在窗口外头移动的 那另外一边从门进来的 就是另外一个 从门进来的 其实我想门进来的那一个的话 他是大概比较中年的一个男孩子 但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 那个跟那个房子本身没有 没什么关系 对 好了 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 礼拜六 礼拜天的晚上 十一点钟 千万要锁定我们 东森综合台的 鬼话人天 拜拜 还记得曾让尖兵小房 数度落泪的不堪回忆吗 因为一起剑杀事件 而夺去两条冤魂的外劳宿舍 竟然还存在着当年的恶灵 不但几次已生下各族大家 甚至以暴行攻击尖兵 灵动之大让人无从招架 这次小秉将再次与超胆观众 前往体验不可思议的灵界力量 他们又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请锁定超胆任务之鬼迷色解 然后就又打 然后你就一直看 然后就拉起